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證的節目 希望大家週日愉快 我們今天繼續講一些關於香港的新聞 也有一段時期一直在關注耳蝦戰爭 就沒有時間講很多關於香港的新聞 跟大家可以講一講一些綜合講一些對於香港新聞的看法 首先輕鬆一點,星期日由陳奕迅講起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訂閱、訂閱、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和利用SuperTensor Function贊助火球給本人 Eason Chen就在澳門展開他九場的 Fear and Dreams Fear and Dreams 陳奕迅也很意思說 Fear and Dreams世界巡迴演唱會澳門站 觀眾反應熱烈十分成功 不過在拖位期間就發生小拆卜 被觀眾命令式的叫他張果如 現場有一位中國大陸的粉紅粉絲 命令式的口吻叫張果如 然後有人大叫張普通 不要大聲 令Eason即時發表 他才以泰文 即是呢 泰文怎麼說呢 泰文打招呼作回應 之後就說 我想說什麼語言 什麼語文 就說什麼 我可以說國語 可以很流利 你可以要求 你可以請 麻煩你 大家不要誤會 就算今天有人這樣叫我講英文 我一樣都會叫他 shut up 你聽不明白就算了 你聽不明白就算了 全場觀眾立即拍掌歡呼 然後陳義信又說 我不知道你們猜什麼獎 如果David Bowie在那裡唱 你會不會叫他講國語呢 講講廣東話 奇怪 我都是塞翻以塞算 發爛雜 對於Eason的舉動 網民和粉絲都紛紛感到相當尊重 認為他的回應方式都相當大方得體 百分之九十九的觀眾都支持他講廣東話 還有歌迷留言 叫他入中國 開唱 全部都用廣東話 唱廣東歌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喜歡Eason的原因 大家怎麼看呢 是啊 林彥說得對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說 是不是 喂 當然 你喜歡講什麼語言 用什麼語言講話 沒有問題 但如果有些香港人認為Eason轉死性 可以呢 人家說推譜廢月 你不是 你推譜就是 shut up的普通話 你不喜歡講 就不講 這樣 那就代表你有個性 對比你對廣東話支持 對比你認同自己香港人 我想這些是推現得太過分了 喂 我覺得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你不是支持廣東話 你支持你自己想說什麼話就是什麼話 剛剛你自己說的 你不要搞錯了他支持香港 他支持自己 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OK 第二 他用一種軍臨天下的架勢 就說 你應該說 麻煩 請 麻煩你 你和你說 就不應該這麼粗暴 我是 That's right 人家不應該 在當處這麼多的現場裡面 大聲喧囂 說你要賺果魚 賺普通話 說普通話 你不可以這樣說 人家說什麼就說什麼 沒問題 你叫人家禮貌一點 對你都可以 但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用這樣的態度 來表現自己的所謂個性 來和一群粉絲對罵呢 這群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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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票進來的觀眾 去對罵呢 然後說道理呢 說什麼 我不英文也是 就是 還有一個封殺後門 我不是針對你 普通話 就算今天有人這樣 叫我講英文 我也一樣會叫他 shut up 這件事就是說 他不避免政治爭議 潛意識 下意識 或者根本上 他想避免政治爭議 跟著他說呢 如果David Bowie在那裡唱 你會不會叫他講 國語講廣東話 那你就這樣 所以就這樣了 David Bowie 大家都知道他不懂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曾經算是會講的 他覺得在這個地方 你應該要講國語 就是這樣 逼他的地方 這就等於守護廣東話 剛剛講過 不是他守護自己 OK 他去到中國場次 照樣講普通話 是不是 看過很多場 他不是守護廣東話 你別搞錯 不要在那裡自豪 說他自己 以香港人自豪 NO 他守護自己 第二件事就是 他用軍臨天下駕駛 和人家 口頭上這樣說法 第一 只有你說 沒有人可以回應的空間 只有你說 人家沒得回應 就算我youtube 也有人可以在下面回應 是吧 他都沒有人可以立即 可以在那個地方回應 其實是unfair的situation 但是 原來就是說 你在那個地方 是表演唱歌 去attract more friends 去more fans 而不是在那個地方 做教育平台 跟著還發露痞 我都是塞回耳塞 第三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陳奕迅 麻煩你 麻煩你 撤回所有 涉及新疆面的言論 真誠這樣 看回這一段的歷史 真誠這樣 向大家道歉 不是向我 是向被你這樣屈辱的很多 維吾爾的 東特的 和同胞 和道門去道歉 你聽不明白 就算了 唉 對於你的演唱會 所以我都是塞回耳塞法 這個就是我給你的評論 所以有很多樣東西 你同一個標準 講到你自己這麼有個性 有fear 有dreams 講到這麼前衛 但去到最後 你對基本人權的尊重有沒有呢 當年你怎麼說這番話 當年你怎麼演唱會在那裡發囂 你覺得發囂 你覺得發囂 你覺得這樣發囂 就是代表你有個性 代表你有性格 直輸空益 代表你很真誠 很直率 你說的都是心裏面的說話 我只是說 真誠只是一樣東西 If you are shallow You are always shallow You are always shallow 你的真誠就是給人家看 自暴其短 這樣東西不是一個表演 是一種 Is you making a joke out of yourself 我只是說 你唱歌好不好 說真的 不算差 但不是說很好 說真的有大幫人唱歌 也比你更好 罵你的欣尼也比你更好 是不是 所以我不是說 張國榮好 比你更好 你說唱歌好不好 你說這些歌 是不是很難唱 有部份 但是 基本上是 你不想評論 我只是說 有很多好的 作曲的 填詞的 編曲的 監製的 唱片公司的 幫你這麼多忙 其實那些歌是屬於他們的 你只是演繹 這首歌的歌手 而當然有其他人可以演繹 同樣的一首歌 這首歌不是屬於你的 而你記住 謙虛一點 我覺得整件事 沒有一種基本的謙虛 在裡面 所以我會這樣看陳奕迅 好了 接下來 我就想說陳奕迅 你對於這宗新聞 你有沒有說法 你不一定要comment 我不是說你有責任 去comment在政治的事務 但你不要作惡 妄言妄語 猶如對新疆民事件一樣 不妄語 不作惡 就是我基本上 我對每個人的要求 這個不要告 我不是說 你每個人 都要天天關心政治新聞 沒有人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 你活出自己人生就可以了 但你起碼不要妄語 和作惡 是不是 你自己看一看 你面對的環境是怎樣 當你開開心心 扮不理政治這樣 和大家唱歌 其實你完全知道的 所以你才補多一句 如果是英文 有個英文說 你要speak English 你都會說 shut up 說真的 是很沒有禮貌的行為 人家叫你speak English 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你叫人家shut up 當然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你都不知道什麼叫幽默感 sense of humor 就是我要的就是 一個人 就算你要玩 偽下 偽下 你都會有sense of humor 可以做到 當人家不斷地說 你說 說話 說國語 那你說 哎呀 聽不明白 聽不到 很大聲 聽得到你說話 那你找個另一個時間 就和你一起 說國語 好不好 沒有 但今天呢 我想說什麼 就是說什麼 就是可以這樣說 就是正經的 可以這樣 你humorous的 可以反諷他就行 而呢 不會說 shut up 我想這是基本的 做人的格調問題 格局問題 那你說 有一宗新聞要怎麼看呢 來自中國的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 曾宇璇 早前就因為企圖煽動罪 被判監六個月之後 在星期四、十二日刑滿出獄 隨即 就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 條款 遣返中國 依然還押是獄中的前支聯會 副主席周幸彤 透過Facebook小童群秋會 同日發文 批評香港法官 將展示國殤之處 植返 這個和平的政治行動 裁定有罪 當法庭說 展示國殤之處有罪 其實就是將自己釘死在刺獄柱上 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即是他被釘倉 Whatever 他依然都是勇敢無謂地說出他自己心裡的說話 你陳奕迅 你陳奕迅扮自己 是藉書空益 藉書你心中的說話 真成真 但是看一下周幸彤一樣都是真 你喜歡哪一個 你的深度 你是不是deep 是不是courageous 還是shallow 看得到 一個shallow的一個明星 是不是值得大家尊崇呢 我覺得是很 拿人搖頭的 是不是 你看看周幸彤多勇敢說這件事 是不是 當曾宇船 因為企圖煽動罪被判了六個月 刑滿出獄 就被送中 這件事知道呢 共產黨的打壓 並不是他所開的法庭 判你的刑期這麼簡單 更重要的就是 他之後不斷折磨你 當你是龍中襪的去玩 所以送中 又有一個例子就是 曾宇船 最麻煩的是 香港政府竟然以不受歡迎人物 去對待曾宇船 遣返中國 不受歡迎人物呢 當時是不是英國呢 有一個所謂的 中國駐曼徹斯特的領事 有些外交人員 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然後叫他們去出境 這叫不受歡迎人物 不受歡迎人物有個前提 非本國人 即是你如果是英國 你想英國人 你不會去做出境 OK 不受歡迎人物一定是非本國人 如果香港政府 以不受歡迎人物為由 將明顯是中國人的曾宇船 驅逐回中國呢 本來就是一件很驚天地 一鬼神的事 將這道香港必須一個 獨立主權國家 才會將這件事 將這個曾宇船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遣返中國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家 中國是一個國家 曾宇船才可以成為 不受歡迎人物 才會遣返 如果不是 都是中國人 劉德田凱懷唱 中國人給大家聽聽 那怎會是不受歡迎人物呢 你不可以說不受歡迎人物 你會不會 上海將某某人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遣返到黑龍江 不會這樣的 廣州法院 會不會將 某某某人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送去錦州 不會的 是吧 那怎會是香港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大中華膠 自古以來 屬於大中華的吵架部分 那既然是這樣 你不會將它列為 不受歡迎人物 對不對 有沒有常識呢 好了 這個先不說 今天 小童群秋會 周幸彤所傳遞的訊息 就是說 你們法官 本身判他 企圖煽動罪 判監六個月 判曾宇船六個月 因為展示 高智活設計的 國殤之處的直翻 展示的直翻 一天就已經被判六個月 這班法官 我就跟我說 就跟這個納粹法官無異 是將自己釘死在刺獄署上面 曾宇船說 依然相信六四 依然是一面很好的照妖鏡 以前是 現在是 對政治人物都是 對法庭都是 我就說 這個照妖鏡 看看陳奕迅 這麼大膽說新疆棉 他這些東西完全不說 當然他有權不說 我再說一次 他有權不說 但他選擇性這樣說 你會看到 他的心在哪個地方 通過這份判詞 法庭明確地站在打壓 人們談論六四的一方 而這樣的立場 不論是以任何法律延遲去修飾 都是可恥的 果然 法庭才是最賣力唱衰香港的高級客 這個就是 周幸彤的說法 OK 這個呢 我們覺得是非常清楚 那你陳奕迅 有沒有講過曾宇璇 有沒有講過周幸彤 還有一個人有沒有講過 有沒有講過彭立法 今年10月13號 星期五 是北京四通橋 倒閘抗議事件一周年 不過時至今日 中國當局 對於當時隻身抗議的 孤勇者 你的歌 陳奕迅你的歌 孤勇者 彭立法都一直毀莫如心 孤勇者 OK 那你對彭立法有什麼看法呢 這麼有性格 這麼真誠 我不懂政治的 新疆棉 你們講新疆棉 是嗎 美國國會重量級議員 加勒加 亦都是當日特別提名 彭立法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希望他有機會得獎 但當然競爭的還有什麼呢 還有誰呢 就是有Jimmy Lai 你問我 會怎樣呢 我講真 這些場合又不到我投票的 讓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自己決定 我只是說 如果 受協於劉曉波事件的情況 我想這班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是不是真的能夠頒給彭立法也好 或者黎智英也好 備受考驗的 就是看回他們的道德勇氣 是不是 一個全世界最專制最極權的政權 所打壓的人 以該打壓的人 為了自由 為了民主 而去抗爭的時候 他們承受很大的壓迫 我就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應該要關注中國的人權 香港的人權呢 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可以提供一個明燈 做這樣的事 是否可以善用這個機會呢 我想這是大家等待的一件事 大家也對於彭立法 失蹤這麼久的彭立法 和他家人的情況的關注 OK 當時 2022年去年的10月13日 中共二十大招了前夕 沽用者彭立法 網名彭在舟 就在北京四通橋 掛了橫幅 現在連四通橋三個字 那個牌匾都要拆下來 那個 交通那個招牌都要拆下來 他當時發出 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領袖 要選票的呼聲之後 隨即 消聲匿跡 一年之後 他的去向成為 但是 就是國內 牽起反抗的浪潮 就是白智運動白發的東西 但是這個所謂浪潮 就是一些連儀 為什麼 事件一周年之後 全球多地都有紀念活動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也很多謝 Mike Gallagher 雖然他分駁了對於黎智英的關注 和票數 但是起碼 我知道這個眾議院的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 戰略競爭特赤委員會 的社交平台 X的協議上面 委員會的主席 Representative Mike Gallagher 他就提名 彭立法 各族諾貝爾和平獎的獎 而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中國人權的理事會 執行主任周峰所 亦都說出了彭立法的提名 諾貝爾獎是當之無愧 這個當然也是國際社會 對中國反抗力量的一個最大支持 應和彭立法所代表的民間反抗精神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我記得這一個 我對彭立法的治全國同胞書 裡面有些事情 他希望共產黨繼續執政這件事 是有微言的 但是我覺得對他的勇氣 沽勇 沽勇 沽勇這一點 付諸行動這一點 是充分贊同的 我去年到現在都是這樣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全世界都關注 至於四通橋事件一周年 中國又靜了下來 解除這個封禁 所謂解除封禁之後 其實基本上都是入了大監獄 不斷被很多的 全面的數位極權去籌金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國人又躺平了 又沒有事做了 這跟我們的估計是完全一致的 是吧 在倫敦最近 十名抗議者倫敦橋 過於多條的橫額 包括複製版的四通橋橫額 寫上了中共下台 習近平下台 C.C.P. out C.C.P. out C.C.P. out 不是陳奕順說Shut up 是說C.C.P. out C.C.P. out 橫額 並且以橫額追問 彭立法在哪兒 Where is 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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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的途人 住足觀看 聆聽參與者的說法 活動之後 在英華人組織 China Deviants 中國反賊 即是中國的反抗者 他發起 他講反賊 我想這個譯名不好 什麼叫中國反賊 是嗎 即是自我之前的 暫疫 China Deviants 是中國的反抗者 反抗中國者 組織成員就說 彭立法 發起了很多人響應的 發起 影響了很多人 發起了海埔運動 廁所革命 之後更在白紙運動之中 即是發聲等等的事情 其實講這些事情 有多少人參加有限數目 OK 當風禁一解除 之後又沒有了 所以除了倫敦之外 在蘇格蘭的Glasgow 在美國的Washington D.C. 紐約 加拿大的Vancouver 都有紀念活動 將彭立法掛起 四通橋的橫額 以及他的勇氣 帶到全世界 我希望多些人關注這些事情 但我們nice to have 你們不關注這些事情 不代表你們邪惡的人 兩件事 都是跟陳奕迅和所有人說 不妄語 不作惡 OK 這是基本上的原則 Don't do evil 這是基本的原則 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們所有 海外自由民主的人 和對香港關懷的人 不要將關懷純粹變成一種懷緬 不要將我們的勇氣躺平 我們可以像許智峰那樣 努力在澳洲做律師 而且更應該發展自己各地的事業 留下來在香港的人 好好工作 好好計劃自己的未來 但最重要的 無論身處哪個地方都一樣 說真的 我行公義好年文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等運動 堅持 到最後 就會成立 我們心裡默念 等待機會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